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隊員包括3、4、5年級的台東縣海端鄉 烏魯國小樂樂棒球隊的布農族小朋友 參加第五屆全國樂樂棒球賽 女平來自都會身材高大的五年級生 烏魯國小的小選手平均年齡 和身材雖然叫對手差了一大截 不過卻憑著優異的球技大勝對手 連續兩年拿下全國樂樂棒球比賽冠軍 這也是烏魯國小第三度在樂樂棒球賽中瘋亡 校長麻煩你大概提一下 現在我們目前烏魯本校的學生有多少 然後力道有多少 我們現在本校的學生呢 國小部的學生總共有18位學生 那我們力道分校的國小部的學生呢 目前是36位學生 所以兩個校區加起來是54位學生 我們學校因為受限於經費的關係 我們學校國小部是沒有所謂的遊戲器材 我們學生平常下課就是打球 比如說打籃球或是玩樂樂棒 或者是在操場上跑步 這些娛樂活動當做他下課的遊戲 所以我們的學生呢 他在體能上 以及他在球技上呢 都會比一般的學生呢 都來得精熟一點 這是他們優勢的地方 可是換個角度來講的話 也因為學校呢 沒有其他多餘的遊戲器材呢 可以供他們來使用 所以呢 他們自然而然就發展出 自己獨特的一個生活方式 跟遊戲的方式 這一次我們烏魯國小的學生呢 參加教育部舉辦的 第五屆的樂樂棒球比賽 那很榮幸呢 獲得了全國的冠軍 那因為今年的賽制的改變呢 我們學校的學生呢 就沒有辦法 全部都是五年級的學生參加比賽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有三四五年級的學生 來組成這次的參賽隊伍 那其中呢 三年級的學生就佔了一半的人數 我們總共呢 參加的學生人數有25名 那學生呢 在平常練習的時候呢 我們是分開練習 誤入本校啊 就自己自主練習 那立道分校呢 也是隨著秋龍義秋主任的指導之下呢 來做一個練習 那平常下課的時候呢 我們的學生呢 他們呢 很自動自發的 他們就會自己拿出球具 在操場上呢 自己玩起樂樂棒球 其實呢 樂樂棒球三個學生就可以組成 一個很小的樂樂棒球的 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遊戲的一個 一個方式 那所以呢 我們學生可能就是在 這種日常生活當中呢 融入這樣的一個 運動的一個生活 那所以呢 他們的 對球的弱點的判斷力 以及對於他的打擊能力呢 都比一般的小朋友都還要強 尤其是三年級的小朋友 面對五年級的大哥大姐姐呢 那更是呢 讓在場的觀眾很讚賞他們的表現 尤其五年級的同學 我想說 背力呢 都比我們的三年級的小朋友都還要強 可是呢 當他們把球打到中外野的時候呢 我們的學生呢 就馬上能盼精準的判斷 球的弱點 然後呢把他的球呢 揭殺出局 這是我們覺得很難能可貴的 那這一次比賽呢 因為是賽制的改變 總共要上場18位學生 那第一局呢 有第一隊9位學生 整個打完一輪之後 那第二局呢 才有第二隊 另外的9個學生呢 上場比賽 所以呢 我們學校呢 在那個體型上 以及在那個 那個學生的 組成的數值上面呢 可能沒有辦法跟 其他縣市的大校呢 來 來 那個 一較高下 可是呢我們學生憑藉著 不斷的 努力 以及他的意志力呢 克服了身體上的 一個 一個 一個距離 那 連贏三場 然後最後獲得冠軍 這是讓我們覺得 值得嘉許的地方 所以現在已經是連續三年了 大概是哪三年 校長還記得嗎 我們學校呢 在第一屆熱熱棒球比賽呢 六年級組 曾經獲得冠軍 那 在去年 第四屆的時候 我們是獲得六年級組的冠軍 五年級組的亞軍 那 今年的話 因為賽制改變沒有六年級組 所以我們參加五年級組 我們用三四五年級的學生 五年級組的參賽隊伍 那也是 學生努力之下呢 獲得冠軍的一個榮險 所以是三連霸 不連霸 但是就是沒有連霸 可是呢 是有三屆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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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三屆冠軍